娛樂圈應該要再peace一點 徒弟露露最近水捲 雙面有型事件 新聞橋的飛飛揚揚 焦哥出席活動 也透露了他這幾天的心情 嗯 露露現在得失心還會很重 我想這兩天 他應該忙別的吧 這兩天 無妄之災 有時下安慰效率嗎 當然有啊 我不是那天半夜才剖文嗎 其實大概就是講那些 那他也懂啊 他也懂 只是說 我覺得這種事情 下次齁 這個製作單位要第一時間出來 吃血 冤有頭債有主 怎麼會是露露出來喊冤 露露是無辜重見的人 製作單位你一定知道 他不是在講露露 那你們應該要趕快 出來 那後來小S也出來講了 對不對 太晚了 第一時間就應該要出來講 那這樣子已經散播開來 很多人只看標題 就像我如果婚姻歌手得獎 你信不信 一定有人也會說 這不是抄襲燈嗎 因為他只看標題 你信不信 一定有 所以露露已經中箭落馬 然後你們才開始出來 那真的是誰我也不 不在乎 但是傷及無辜就有點 所以拍誰了 那更尷尬的是 因為他是東森 你們自己的節目 所以 對啊 所以我們也不好說什麼 但我覺得太無辜了 那反正 哎呀 他的有口皆悲啦 我們也不擔心 只是就是怕標題嘛 標題 我看到標題 我也是第一時間嚇一跳 他只說他的廉價泡湯了 本來是放假 可以開開心心的 本來昨天還要到松菸 來看玉米的 沒空就算了 心情 他就是要稍微 ㄟㄟㄟㄟㄟ 調適一下 那我也提醒他說 是啊 你看我們做節目 表面是稀稀哈哈的 可是有時候 真的會傷害到一些人 那這個時候 就只能說 大家要自己在 未來做節目 自己要小心 你真的要為了某些 點擊率啊 收視率之類的 然後包括你看政壇也是嘛 整體來講 他已經很努力 在做一個人見人愛的姑娘了嘛 所以突然間被 被被被波及到 他當然會覺得很反彈 娛樂圈應該要再peace一點